早期像看到就是這邊就是種茶嘛 傳統一級的農業區 肯定是比較落後的 我印象中小時候這邊都是雜草啊 也沒有像你看那麼漂亮這麼多植栽啊 土地工啊這樣子 甚至連路都是 不是柏油路 我們有創立一個大北坑的農村發展協會 從傳統的一級的農業轉型為休閒農業 農委會的水土保持樹 古厝前面的整個道路綠美化 都有進來做一個輔導 那當然我們在地的居民也是很積極的去配合 那市政府的資源也進來更多 一開始這是我們自己的牆 後來水保持樹想要進來做 我們覺得沒關係提供給他們的空間 客家餐廳 人家第一個感覺好像就是那種比較老舊 我們做一點變化 用景觀餐廳的方式 帶入一些新的元素進去 創造一個跟別人不一樣的客家餐廳 會有這個以茶入菜的一個想法 主要還是 但是我們大尾坑本地就是產茶茶具 跟我們客家菜做一個相輔相成的一個工項 客家菜本身油膩嘛 但是茶又有一個去油解膩的功能 所以我們就創造一個綠茶的掛包 搭配梅干扣肉夾進去之後 又香又好吃又不會說太油膩 這三合院是江家的祠堂 外婆阿胎那輩他們小時候居住的地方 今年是第128年這個三合院 這個外牆都是100多年前的 它保存得很好 那我就稍微把它做一個整理 就改成民宿 這個出發點真的是希望說 把這個 這麼好的環境 分享給所有來的客人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們沒有門 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 我們就把這個廳原 整理好 給我們所有來的遊客 大尾坑就是我們的家鄉嘛 推廣我們的家鄉 讓更多人願意來 也是我們的榮幸 我希望讓 每一個人來 用很平價的消費 可以享受到 非常好的景觀 非常好的料理 笑著進來 然後笑著離開 這樣子